大家好,我胖男,我回了 老规矩上期视频同样在的朋友 现在咱们里校长一逢 这期节目呢,咱们接着聊中超球衣系列 前面呢,咱们聊了04和05赛季的耐克T90模板 聊了06和07赛季的阿迪达斯团队之星歪脖子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按照时间顺序 先和大家来聊一聊2008赛季 为什么我把08和09两年拆开来呢 确实能说的有些多 我相信大家肯定更好奇 09年国安内定冠军的事 但是我觉得,在聊09年的故事之前 2008年国安队内的整体情况不能抛开不谈 我觉得当你把整个时间线捋下来之后 国安09年冠军的含金量在你心里自然有个定数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球衣 就是国安2008年的客场球衣 虽然08年跟09年用的是同一套模板 但是球衣的做工还是有一处明显的不同 那就是球衣的队灰 08年的球衣队灰是刺绣的 而09年的队灰是很细腻的织布材质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08年球衣右侧下摆 没有Clima Lite的科技标识 而09年的球衣上是有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通过以上两点来区分球衣的年份了 但是这也算是个没有什么用的知识 因为如今甭管是08年还是09年 哪年的球衣都不太好买了 国安史上最惨的备战阵容 要谁没谁拿什么提 2008赛季是国安队史征战亚冠的第一年 由于那一年压冠小组赛有32支球队 什么尹尼的越南的这些队都掺和进来了 所以当时规定 每个小组只有第一名可以出现 但是最后国安小组赛四胜两负 没有拼过同组的鹿岛豆角 遗憾的小组赛出局 按道理来说 既然球队有外战 那俱乐部应该更有理由花钱补充阵容才对 但是国安偏偏没有 寻龙杨志被国安队抽点 张帅杨浦两个边后卫 一个归队晚 一个有大伤 缺席两个月 能拥上的后卫 就剩周庭张永海冷征 其实跟今年的国安挺像的 最后无奈李章珠从梯队提拔了鱼洋 让边峰王长庆改打边后卫 这才将国安的后防线凑齐 这国安的脚不利落就算了 结果腰还不行 其实07年李章珠就发现了 国安中场腰无力的问题 球队需要一个 风格硬朗的中场组织者 刘剑 王欣欣 赵俊哲 都曾是球队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也仅仅是目标而已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小话剧也挺逗的 当时啊 年仅21岁的秦升 在那一年呢 也来国安视讯了 但是后来还是拉倒了 倘若当年秦升要真的来了 估计国安09年的停赛名单 那就更热闹了 聊到这呢 国安阵容的问题还没完 脚和腰的问题还没解决好 头呢也出现问题了 首先呢 就是老外员阿德拉尔多 明确表示啊 不去约了 老将潘塔呢 俱乐部也瞧不上 提亚哥呢 由于07年啊 表现的还不错 结果经纪人 就狮子打开口 寻求天价宁心 并且呢 还要求啊 俱乐部包揽球队 家人的车率时速 这合约要签 最少一下签两年 这里大家呢 可别忘了啊 提亚哥当年是怎么来的 当时他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严重的腰伤腿伤 随对呢 事须大半年 直到间歇期 才替补给报上名的 何况 他已经快31岁了 所以呢 国安啊 就暂时没搭理他 但由于国安啊 依旧维持了拉胯的谈判水平 导致呢 球队在外员宠卫市场啊 又谈崩了 但好赛 提亚哥这逼条件啊 也没别队看得上 最后老夫老妻 各自兜了一圈都寻思 还是搭伴凑合过了 要什么自行车啊 所以就是这样啊 病病歪歪的国安 开始了2008年 赛季的联赛征程 为什么说 巴西外员的第二年 是国安一直的痛 08年的联赛一开始啊 国安07年的风光外员 提亚哥呢 就开始不玩活了 有可能呢 是受到许悦不顺的影响啊 但是提亚哥 还是以球星的标准 来要求着自己 贝尔的训练态度 大罗的身材管理 梅西的跑动距离 斯特林的临门一脚 这就是提亚哥 场上的表现写照 直到联赛第七轮 才因为自己的盘带失误 打进了联赛手球 前有耶利奇 后有提亚哥 以至于那一阵子啊 巴西外员在国安的第二年 一直呢 都是国安球迷心中的阴影 提亚哥这一年算是废了 不议他心里啊 早已经是老牌子热炕头了 而此时呢 国安的进攻线 也只能依靠小马丁苦苦支撑 新赛季 国安的第一滴进球 就是依靠身高 仅仅一米六六的小马丁 用头球攻入的 当然啊 此时站出来的 还有当时 没有沉迷夜店的杜文辉 杜文辉连续三场 替补出场 为国安打进四球 就在国安啊 似乎看到了 解决风无力办法的时候 又出事了 杜文辉呢 因为训练时受伤了 错过了多轮比赛 在随后啊 国安对阵 杭州绿城的比赛中 小马丁与巡龙啊 都阴伤下场 主力门将杨志呢 更是遭到骨折 但是国安 就凭借着这样的残阵 苦苦支撑到了 奥运会的休赛期 经历了四十多天的休整啊 重阵旗鼓的国安 首先就是要连续面对 四个课场 国安取得了两副 一平一胜的成绩 十七轮战霸 国安滑落至 积分榜第五名 而国安的下场比赛 则是又一次 载入了中国足球的历史 那就是 武汉光谷退赛风波 08年武汉光谷退赛 究竟和国安发生了什么 如果要聊起 武汉光谷退赛的故事 那咱们呢 就得先盘一盘 武汉队当时的形势 武汉光谷08年的 连赛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保级 李卫峰 由于当年啊 与申花的许约谈判破裂 于是呢 就被球队放入到了转回市场 之前呢 咱们也说了 当时国安惨败的后防配置 急需补充 所以李卫峰啊 在转回期就与国安传过绯闻 但无奈 高额的转回费与工资 国安完全承担不了 所以呢 也就没敢考虑 但是武汉队此时呢 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们把李卫峰啊 视为保级之路的救命稻草 花费大手笔引入球队 大将军已就位 军师呢 也不能少 武汉光谷请来了前国足主教练 朱广乎 来为球队指点江山 当时武汉队 对于后半段散城的前景 可谓是满怀期待 但是冷酷的现实 让球队啊 有些难以接受 在对阵北京关之前 武汉光谷已经遭遇了连续七轮不胜 球队呢 积分榜垫底 保级形势岌岌可畏 就是这样一支 对胜利 对保级 如鸡四可的武汉队 遇到了经历了连续四个客场 终于回到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 在2008年的9月28日 在国安主场 丰台体育中心 就拉开了这场大戏的局目 小马丁呢 在比赛第43分钟 为国安打尽了一粒单刀 但是 球队在之后的40多分钟 没有扩大比分 直到比赛第86分钟 国安呢 被武汉队中的经济球员陆伯飞 一脚定位球 颁平了比分 很显然 一场平局 对于两队来说 都不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就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 场上出事 在边线 李伟峰呢 准备起大脚 陆江上前 飞身铲堵 就在陆江倒地的同时 李伟峰的发力脚 顺势呢 踩在陆江的胸口上 随后 支撑脚又有一个 疑似灯榻的 伏加动作 在陆江准备起身争论的时候 李伟峰突然转身 毫无迁移地上去对质 怒发冲冠的陆江啊 掐住了李伟峰的脖子 一把呢 将他推倒 于是 主裁吹停比赛 直接将陆江 红牌发现 虽然当时 边才与主裁 都在案发现场附近 但是 可能没有注意到 李伟峰的伏加动作 所以在比赛中啊 李伟峰没有得到任何的处罚 哪怕是张黄牌 在赛后啊 面对这样的判罚 国安俱乐部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我想哪个俱乐部 都不会吃这个哑巴亏 而接到了国安上诉的 中国足协裁判卖委员会啊 经过录像调取 证据搜集等一系列流程之后 在9月30日 也就是两天后 公布了对两名 涉案球员的处罚结果 足协认为啊 李伟峰的动作 属于故意登塔的暴力行为 所以呢 他和陆江都受到了 停赛八场罚款 八千元的罚单 看到这个处理结果 武汉光谷队接受不了了 李伟峰对于球队重要性啊 不言而喻 球队为了引进他 花了大手笔 钱白花了这一方面啊 更多的是 缺失李伟峰的武汉光谷 就如同被宣判降级一样 因为当时比赛呢 已经进入招第18轮 停赛八场 当李伟峰再回来的时候 也就仅剩四轮比赛 保不齐呢 那时候球队啊 都提前降级了 这真不是危言耸听啊 当时武汉光谷啊 18轮只拿到了12分 赛季结束啊 倒数第三个大连失德 积30分 所以你认为 缺失李伟峰的武汉队 12轮拿到18分的概率 会有多大呢 武汉光谷推赛 真赖得着国安吗 对于李伟峰 停赛八场的处罚结果啊 武汉光谷队 完全无法接受 球队高层呢 就带着当事人李伟峰 亲自来到足协 申诉谈判 但是足协竞赛部啊 坚持认为 这个处罚结果 合理且适当 导致双方呢 谈判破裂 最终啊 武汉光谷俱乐部 在10月2日 宣布了退出中国足坛 当武汉光谷总领理 宣布完这项决定之后 北京国安呢 成为了重视之士 被认为啊 是导致武汉光谷 退赛的罪魁获胜 就包括朱广户呢 也在为李伟峰辩护 说他的动作呀 仅仅是惯性时 但是我们不妨呢 再来看看李伟峰的动作 如果第一下 踩在胸口的动作 是惯性的话 那么第二脚 附加动作 这个后踢腿 也是惯性吗 当陆江起身后啊 他李伟峰踩人在先 却主动低头挑衅的行为 也是惯性吗 如果都是惯性导致的 那我可不可以认为 这是李伟峰 故以为之 导致的一系列 惯性动作呢 所以说 李伟峰这个动作呀 我觉得没有任何 值得争论的必要 面对这样的情况 但凡是一个 有点骨气的俱乐部 在赛后都不会无动于衷 如果你还是觉得啊 武汉的退赛 是国安申诉导致的 我都不说 你有没有正义感的问题了 我只能说 你在承受委屈这方面 应该是把好手 除此之外呢 在当时啊 还有一种论地儿 就是说 国安跟租协有关系 所以呢 才罚的那么重 但是你说 国安的陆江 不同样也是八场吗 可是这时啊 他们又会觉得啊 陆江能跟列宇峰比吗 他们对球队重要程度 完全没有可比性 但是要这么论 我就说句难听的啊 国安当年连赛第三 武汉队呢 当年在保级 国安就算要使绊子 那也得跟第一的鲁能 和第二的身花用吧 最硬把武汉光谷退赛啊 往国安身上赖 你从哪个角度 都没有道理 武汉光谷退赛 谁成为了受益者 在08年武汉光谷退赛之后 确实呢 也有受益的球队 那就是著名的扫红门 由于当时啊 联赛是16支球队 武汉退赛后呢 剩下15支球队 就注定每轮 有一支球队会被轮空 而轮空的那一场呢 则就被很多球队啊 用来洗牌 最精简的一场比赛呢 就是在联赛第22轮 山东对阵上海的 冠亚军区战 身花最终啊 3比2战胜了山东鲁能 这场比赛呢 身花全队啊 包括门将 一共拿到了10张黄牌 一张红牌 并不是说 这场比赛 双方的动作有多大 而是身花为了拖延时间 与洗牌做促成的 在比赛最后时段啊 身花队一个前场定位球 因为拖延时间 三名外援 依次如愿的拿到了黄牌 马丁耐斯主罚任意球 哎 又一张牌 固定这些都是 他们三个外援 之间商量好的 李卡德也故意的不罚 而赛号呢 身花队主要练 贾秀全 面对这样的情况 说了这样一句话 觉得在按贵做走 谢谢 而经历过武汉退赛 舆论风波的国安呀 反而越挫越勇 在联赛最后阶段 以十三轮不败的成绩 最终冲到了联赛第三 并且呢 连续两年赢得了亚国门票 球队以这样一套 惨败不堪的人员配置 在双线作战的情况下 还取得了如此成绩 在2008年赛季呀 对于国安全队来说 也算是一种成功 李章珠 在带领国安的两个赛季中呢 给球队带来了 一个亚军 一个季智 这让球队与球迷 对于2009年 球队的表现 充满了想象 2008年是波折的一年 我们国家承受了 汶川大地震的灾害 也经历了2008年 奥运会的辉煌 我们的成年男子国家队 在奥运会前呢 就早早告别了南非世界杯 但是董方卓 在奥运会决赛阶段 为中国队打入了 历史的手力入球 我们的中超联赛 在这一年 终于凑齐了16支球队 但是联赛刚踢到一半 就遇到了武汉的退赛 在这一年 曾经的十冠王辽宁队 再次遭遇降级 八冠王大连队 则是滑落到联赛倒入第三 有关2008年的中国足球故事 让你印象深刻的 还有哪些呢 好了 那本期节目呢 就先聊到这了 下期节目啊 咱们好好聊一聊 北京国安的2009 喜欢看这个系列的朋友呢 我真的希望 可以得到你的三连支持 做最多内容不易 希望下期还能看你 这是汉堡多日记 咱们回头再聊